各位网友大家好 回来的报名说 欧洲议会声称台湾海峡两岸互不隶属 中国发出最强烈的谴责 充满访华政客的欧洲议会又开始作妖了 几天前 欧洲议会通过了两项涉及台湾地区的报告 一份是共同外交安全政策报告 另一份是共同安全防疫政策报告 这两份报告公然声称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互不隶属 谴责大陆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合成的现状 鼓动欧盟成员国增加在台湾海峡自由航行任务的频率 并加深与台湾的安全对话 支持台湾参加国际卫生组织等等 这两份报告公然违反国际法 践踏联合国2758号决议 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公开的危害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深感震惊 坚决反对并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欧洲议会为什么要公然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内政 我们怎么对这些访华势力进行反击呢 欧洲议会联系三年派议员访问台湾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总共通过了超过20项对台决议 台湾当局称之为友台决议 所以其内容就不言而喻了 这次欧洲议会的声明相对以往是上升了一个量级 已经严重的触犯了中国的红线 如果欧盟成员国或者是欧盟整体 真的以这两个报告为依据制定未来的对台政策 那么中欧关系必将面临着断崖式的下跌 这是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 欧洲议会特意跳出来捣乱搞破派 2024年刚刚过了两个月 欧洲国家已经充满了焦虑 欧军在欧战场上获得了阿富杰耶夫卡战役的胜利 欧盟彻底战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而美国却因为它的政治内斗而搁置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美国的大选形势对欧洲也很不利 特朗普卷头重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他的政策不但会背刺欧洲的盟友 甚至很可能会放弃乌克兰 让欧洲独自面对俄罗斯 因此欧洲各国都在调整政策 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 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向中国示好 王毅外长不久前访欧并参加了 慕尼黑安全会议 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 有望提升中国与欧盟各国的关系 但是这种情况与美国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欧盟的组织架构十分复杂 包括四个主要的决策机构 欧洲议会 欧洲联盟理事会 欧盟理事会 以及欧盟委员会 欧洲议会的议员是这些机构中 唯一的有欧洲国家的公民通过直选产生的 人选与另外的三个机构不能重叠 因此欧洲议会里面是充满了欧盟各国的边缘的政客 也正因为如此 欧洲议会的这些议员们喜爱做极端 并且许多政客都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 欧洲议会在历史上就是访华政客表演的舞台 他们不但和美国合作炮制了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 还支持香港的黑豹势力 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欧洲 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出台各种决议和报告 挑衅中国的主权 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 各种访华活动可谓是庆祝难输 这一次欧洲议会通过的这两个报告 背后有美国的影子 中国不是想和欧盟提升关系吗 那就让欧洲议会的议员们来搅局 但是欧洲议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 欧盟唯一具有起草法律权利的机构是欧盟委员会 他们提出法律提案在由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审查和通过 也就是说欧洲议会提出的决议和报告不可能成为法律 因此他们这次出台的报告仅仅是建议的性质 欧洲议会目前拥有785名议员 几天前以338票和350票通过了这两份报告都没有过半售 而通过这一类报告也不需要过半售 可见这一类报告并不严肃 这两份报告针对的是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机制的建议 是否执行主要由这个机制的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决定 而不是由欧洲议会来决定 对中国来讲对欧洲议会的这两份报告必须延打 因为它开了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坏头 光有谴责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对那些顽固反华的欧洲议员建立档案 记录其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 必要的时候予以精准制裁和打击 同时我们还必须防止欧盟委员会将这一类的声明制定为欧盟的法律 欧盟理事会是欧洲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的 我们完全能够以分而制止的策略 推动欧洲的友好国家制定对华友好政策 从历史上看 欧洲议会通过了那么多的访华的决议和报告 但真正能够影响中国关系的其实并不多 好 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 未经议会场地 隐لب insky Ven 互相经的 趋务 未经议会